再次看到最近法国人都在关心受困在塞纳河的白金 他在河里头受困了一个星期都拒绝进食 所以救援团队出动了80人 花了6个小时彻夜将白金捕捞上岸 并且把他放入装有盐水的货柜 这样的目的是希望协助他回到大海 不过在运送的途中白金发生了呼吸衰竭 受医师评估过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将他安乐死 白金游到水面还朝空中喷水 塞纳河出现原来在北极海域的动物 让众人惊讶不已 一个星期前这头白金沿着塞纳河一路游向巴黎 最后受困在诺曼地一处船闸口 距离出海口有130公里 海洋协会的人试图喂食新鲜肺鱼 但白金却拒绝进食 受医也让他服用抗生素和维他命 但白金却越来越虚弱 专家们打算将白金送往北部的海湾 在盐水的环境观察治疗几天 再引导他游回大海 搬运行动总共动员80人 包括20名潜水员 作员团队从晚上10点开始 只花了整整六小时 终于在凌晨4点 成功将白金引诱到网中 再用起重机吊上岸 上岸后 受医还为白金吊点滴 努力让他撑下去 上岸后才发现 这头白金的体重 只剩下800公斤 不到正常白金体重的三分之二 救援团队的下一步 就是将他放入装有盐水的货柜 送往诺曼地港口 不幸的是 在运送过程中 白金出现呼吸衰竭 加上他过于瘦弱 缺少能在海洋 生存下去的脂肪层 恐怕很难存活 受医团队经过神圣考量 最终决定将白金处以安乐死 专家目前人无法得知 为什么白金会出现在塞纳河 因为根据资料显示 距离塞纳河最近的白金群 在3000公里外的挪威北部 法国当局表示 接下来将会对这头800公斤重的白金 进行解剖 TVBS新闻综合报道